那下面我们再来 组装另外一个 积木档吧 再来另外一个积木档看看 这一次又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西瓜头手吧 西瓜头手 这里应该就是 我们这次就让 按照我们认为对的方式来 直接按照好了 就不去看他的 那个 说明书 这个是西瓜头手 现在头手好了 下面是僵尸 僵尸 头文献子 这个是 头 多 刀 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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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这一次我们把这个 起子拿到 坐手了 帽子帽子 牛仔帽 这个僵尸还是蛮酷的嘛 搞了一个牛仔帽来戴 好了 帐好了 这里也是一锅头手 嗯 对就是这样子 好了 打僵尸了 玩过这个植物大杖僵尸的 小朋友就知道了 是怎么玩的 好了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两个植物大杖僵尸的鸡木蛋 分别是两个僵尸 一个是未来僵尸 一个是牛仔僵尸 然后还有两款植物 一个是豌豆射手 一个就是西瓜头手啦 那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要订阅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